地球有七十億人口這麼多 有十五億是打工仔 香港七百萬人 都有三、四百萬是打工仔 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 現代文明制度裡是少數服從多數 但現實就是多數服侍少數 多數打工仔要服侍少數的老闆 你看他們, 衝一下衝 朝早上衝著回去就被老闆造質 包括我妹妹, 毛建兒 她有名是批渣暗女, 但也要不斷擲 他們擲著擲, 擲得這麼辛苦, 為什麼? 毛飛不是為了那份 欣挑鬼命的身水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退入一點, 謝謝 先生, 你前面這麼多位, 退入一點 什麼人?喊得不動, 自私 這些瘦身一座, 別說不受氣 他們忍著一口氣 毛飛也是為了掙扎求全 老闆, 是…正在回來了… 早餐點…凍奶茶廚店, 好嗎? 老闆? 回到高少爺了嗎? 轉彎…轉彎? 錢水飯還是心水飯? 餐餐你比我還要像? 現在你是老闆還是我是老闆? 我不會像, 我一定比你早 是這樣 巴士怎會比的士快快? 游泳正 是不是每個人打工都要這麼辛苦 每天早上批一輪爭才能上班? 其實只要看他有沒有靠山 只能上班而已 小姐, 你趕時間, 你上車先 你不趕時間嗎? 趕的, 你上車先 好, 謝謝你 我幫你 謝謝 不用 謝謝你 不用客氣… 再見 她的靠山就是我了 好, 上車, 還等什麼? 早安… 她是我女朋友, 靈不靈靜 我每天都要去上班 她當然不用跟別人批爭 早餐? 又是燕蜜包加豆漿? 燕蜜降膽固醇, 豆漿防止高血壓 越簡單越有益 她不僅是早餐簡單 想法也很簡單 她覺得這個世界簡單點好 最怕就是跟別人爭 不爭就不會有戰爭, 天下太平 所以她就找了一份慈善機構的工來做 只做戰士, 夠簡單了吧? 但是有一種人, 就一點也不簡單 什麼都跟人爭 她就是我們公司總務部的控制員 車榮霞 她有一個很兒熟的名字 還有優良的血統 她是一隻純粽的鬥牛筋 一咬著人就不會放 當成公司是遊樂場 要不玩人, 要不玩東西 其實公司請你做召集員 不是叫你只站在召集員 這張花是給我的 你應該拿上來給我吧 我今天遲了 我不是不想幫她拿 但我今天真的不方便 不方便?心理還是生理? 不是, 我扭傷了腳 是嗎?看看 我扭傷了, 你像是扭令多於扭傷 雜花真的削了一點 V姐, 你今天眼光爆燈 這雜花好像不太適合你起 你有空嗎? 大家一場同事, 讓我幫你拿 拿花這些東西 當然要我們的經理級 幫你控制阿Ling才夠資格 V姐, 請 你算是幫人出頭嗎? 千萬別這麼說 我真的沒心想, 給你吧 好玩嗎? 不好玩, 誰敢跟你玩? 我到了 阿Ling, 你聽著 兩年前你不買一扎 一模一樣的花板在我桌上 後果自負 收到, 不過聽不清楚哪一天 明天後日, 還是大大後日? 所有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隻這麼兇的鬥牛筋 我也敢玩? 老闆, 因為我有靠山 我叫無雅力, 做事一向都沒有壓力 我是高德科技產品設計 及發展部的assistant manager 這個就是我們的老闆高韋婷 是他一手創辦高德的 每樣東西都會親力親為 是一個好人 對下屬親切不擺款 是一個有良心的老闆 而最大的優點就是賞識我 給我機會 不過他也不是我靠山 在這個部門裡 我有四個得力的助手 最勤力的就有Alfred 動靜嘉儀的是Andy 而眼光準確的就是Adam 還有一個有空就喜歡 揹著背包去歐洲戲的Aaron 大哥, 早安 我放家, 你好頭痕 他們簡稱是A4 是我一手提拔他們出來的精英 我是他們的大哥 但是我還有一個大大哥 這個整座山的人就是林叔 他是我們的部門經理 你別看他武力精神 其實他曾經是我們高德的精神領袖 當年他曾經引用邱吉爾的一句話 不要只想著喜歡做甚麼 首先他喜歡你正在做的事 就是這句話 令到公司所有員工都激起一團房 開創了公司輝煌的一頁 不過他現在已經是一座碎火山 所以我的靠山也不是他 你們全部都是我的傑作 按摩器、天氣預告宜 香氛噴霧氣 尤其是這個空氣抗菌器 一年之內 令到公司的營業額激震70% 我在這個行業裡可以說是戰績標柄 打工仔最害怕的就是被人炒魷魚 但在職場裡 我們這種獵人就是最安全 因為公司的錢都是靠我們打獵打回來的 所以我的靠山是我自己 我靠的是自己的才華 但有些人靠的是另類的才華 蒸完之後 真的好像溫泉冷那麼滑 我相信你沒有客人 自首 如果你用這部機器 配合你們的黃牌精華素來推廣 銷量… 這是誰? 是高德馬克勤那邊的専務辦公司 我叫Steve,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可以隨便問我 不是你老闆來銷售嗎? 他正在來 我只不過來說一說開場白 那不要浪費時間了, 先等他來 也好 早安 Dolly… Maggie, 不好意思 剛才跟你老弟Vayman直辦 多說兩句, 弄得字條 不好意思, 叫你等一下 沒關係, 不是等了很久而已 謝謝 DollyVayman再約, 找你 好… Dolly, 帶你一條毛巾嗎? 不斷說說說說 那進我房裡聊吧 好, Dolly, 收拾東西去 是 Maggie, 如果你大低賣 我給我那家店 你才好說 他就是我中學的同學, 文家華 對他來說, 人生最重要 不是有沒有才華 而是有沒有一張見得人的卡片 以及見得人的態度 老闆, 剛才你的表演真厲害 隨便說幾句而已, 還到大波 聽到他都說了 如果我老闆有你千分之一就好了 學不到的, 這是癲憤 癲憤, 癲你就有份 是…應該來到 我去哪裡頂你 老闆, 其實如果沒什麼特別的事 不用上公司了, 手尾我會搞定 還有, 我會告訴你太太 你下午有會要開的 牛天哥, 看我大大, 我可以撕他 對不起… 小心車子, 老闆 再見 再見 老婆, 小老婆就是吧 有這麼多女兒 童非因為她是經理, 又有靚車 如果我是經理, 我有靚車 我也有很多女兒 從尖沙水爬到上水 我這個朋友和樣子都是問少少 中學就開始被人叫問少少 所以他現在就要包裝自己多少少 鞋子又用多少少 生存機會就會大了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subscribe和按個鐘仔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